我們今天朋友 跟原本預期要做的東西還是不太一樣 本來預期說是農夫小幫手就是說 這種開放資料經過我們分析 然後從被動然後變成主動 可以推播一些訊息給農夫這樣子 我們今天結果都在處理一些開放資料 可以互相觀點的部分這樣子 原本就是說在天氣警報的部分 還有畢蟲還有部分 我們想要做到的去推播給農友 他所有種植在做物 或是在他的地區 或是受到天氣的風險 或畢蟲還有風險這樣子 那像中央夕象群 那常常都會發電子報 來告訴你喔有什麼豪雨啊大雨等等 其他的天氣特報這樣子 那其實你看那個天氣特報 會發現它很麻煩 你要一整段看完 那這個豪大雨到底會不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它還有很多的地區 所以我們就為了這個 然後就去做了一些磁庫 去處理這個地區的問題這樣子 那還有另外一個冰蟲愛問題 像農友的話 他在網路上他去詢問說 然後他這個詢問他的芒果得了什麼病 然後你看他描述是他的花的部分 然後會有什麼樣的新增這樣子 那我們想要用語意分析還有那個 影像辨識的方法 幫他們去辨識到處他一些解方 但是功能都還沒做出來 對 每個人想要做類似這樣的功能 所以今天就只有整理了這些 所有的座物 座物的一些名稱 當然會有各種名稱 還有就是病蟲愛的部分 和地名的部分 你就可以 這個就變成一個那個 解八分詞 你用切齒可以用的資料庫這樣子 好 對啊 現在有 有人說這個叫 補阿 知道嗎 補阿 對 想要幫他解決問題 可是對啊 你都知道 補阿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是什麼科的 它葉子 它這個葉子白白的 對啊 它也不回答你 所以我們就要用各種的功能方法 然後未到電腦裡去念完 以後可以去談一些更好的提示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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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